在海上的时间是54天 跨越了41个精度 我们是完全靠每一讲滑出去滑5000公里 一旦出发它就没有任何机会再退出 我过去的30年基本在山区活动 我曾经是中国最活跃的登山者 攀岩 攀平 登山 在那个时候我已经高空的跳衣装 跳伞 然后滑翔伞 我已经很多年了 我带着我的伞去到非洲 欧洲 我都觉得可能不能带过更多的东西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涉足到海洋运动 我们在海上出发是1月30号 从西班牙的耶路岛的最南边的一个很小的港口 叫做La Istinga 当我亲自到了这个地方 参与了这个以后 我才知道这个运动它的独特性 因为每年的能跨越的时间 也就是在每年12月份到3月份之间 因为它的洋流季风条件才够 那么今年在这个季节能够出发的总共是4条船 全世界 人数不超过10个人 我们这个船就是去买的二艘船 这个二艘船都是8到10万欧元 你如果同样买一艘这个帆船的话 3万4万欧元就可以买到一个特别好的 船买来以后我们还要做改装 因为我们在上面有一些GPS 导航系统 罗盘等等 在里面还有一些太阳能的发电设备 还有那个Watermaker 就是净化海水的 这个船是没有动力的 也不接触风力 我们是完全靠每一艘滑出去滑五千公里 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那么这个挑战对我来说 具有极大的诱惑 但是海洋带给我的感觉并不是特别好 因为我每次都有晕船 从开始滑奖 头六天 我是不吃不喝 也不能大小便 因为上面特别晃 特别小的船 大小便就是一个桶 你没法大小便 我们不适应这个大小便 大概第四周的时候 28天的时候 我的这个晕船才开始适应 那么我出去的时候 我只能跟我前面的人交流 因为浪啊风啊等等 中间休息的时候 包括我们下来清理这个船 船底的时候都有些聊天 但是这种都是很有限的 更多的时候你是孤独的一个人待在舱里边 你必须要关着这个舱门 因为浪会进来 所以你在里面非常可怕呀 幽闭恐惧症 你不能掌握外面的情况 什么时候翻船你不知道的 你时刻要做好准备 还有就是我们本来预测六个星期 但是到六个星期以后 我们离这个目的地 还有一千多公里 很多人都已经崩溃了 当我们有一次在晚上交换的时候 我刚刚把我这个安全带 连接安全绳的安全带取掉 结果刚刚在交换的时候 一个浪打过来 因为在黑夜我们看不到浪从什么地方来的 浪打过来的时候 一下把我打了飞起来 那一瞬间我的 如果掉到海里面就没戏了 因为海里面很冷啊 当然我这个第一个就是 先抓住我们旁边的舍的安全绳 第二个我人就撞在 划着这个桨的支撑的这个地方 撞到满腿都是血 你只能坚持 因为没有任何人亏去 你如果去呼叫救援 就代表你整个队的探险就结束了 今天是第二十一天的 下午1点57 暂时回床休息一下 这个我们已经到了西津三十六度 三十五度 还有二十六度要跑 还应该有二十五天 二十六天左右 总程应该在四十四八天 我们之内应该可以完成 还是非常艰苦 这就是我的舱 头顶 就这么高 我躺下来 我坐起来就顶着了 这是我最高的最高的这个高度 所以基本上在这个船上没有站立的实力 大部分都是躺着 或者在外面坐着划船 我们在这个海上 每个人空间非常少 除了划船以外 你还要拍摄 这个非常难 所以在这个一路上我做了很多笔记 但是上船以后笔记是不能做了 因为你用笔写字的话你会晕船 所以我每天做的观察我都会用录音笔记下来 五十六天我都记下来了 这还是第六天的晚上七点四十 我刚刚换了一半进来 马上进入晚上了 躺着休息一下 结果今天后来几个小时觉得 怎么又用这个运船了 很恶心 后来谁知道是我们的这个水啊 自信机昨天不出问题了 昨天里那个做出来的水呢 它那个植物也不够 就是那个就特别鲜 然后就是因为我们都是直接喝嘛 有五天 我们这个大西洋就不是个海洋 它是个湖 早晨起来的时候就像瓦尔登湖一样 就是非常平静的湖 你一看连浪都没有 这个时候可能觉得非常漂亮有日出 但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灾难 是一个灾难 因为在湖里面滑 这个船景速度非常慢 我们损失就是五天 其实这是我们试图绕行这个洋流的最后几天 2023年3月25号 我们横渡大西洋到达瓜德鲁普 这是瓜德鲁普的当地的这个翻船协会 专门驾驶翻船出来迎接我们 当我展示国旗的时候 从我内心来讲 我代表了中国 在我们这个船上 情绪发生极大的变化的时候 是我用东方的哲学去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时候我们用东方的智慧 告诉他们怎么样去忍耐这个事 意义比较重大是东西方中法文化的这种 探险文化的一个交流和碰撞 我创造了一个词叫Adventure 它叫探险旅游 探险本身它成为商品 就是我们还应不应该有探险 它的意义非常大 我回来也会总结我的这种学术资料 我会作为一个参与者和观察者 给出这样的一个回答 我们会有学术成果出来 我的生活就是探险 今天也是在探险 而且我随时也准备着去探险 这两个月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我思考了很多东西 我也找到了个人的答案 但是真正生活的真相是什么呢 是你拿着这副手奖 你自己滑到这个苦海里面 你要脱离这个苦海 你必须也要靠自己 你选择到这个苦海 也是你个人的选择 对我来说 我们可以去找尽择 你去找尽择 那么多久 我去找尽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